我最近特地想起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選... 一...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我現在想起 我現在夠膽說了 其實選的過程 再前一陣子 剛好我的狗仔死了 就是走了 其實是很辛苦的 那段時間就... 因為不開心 然後有時候 可能我們做到很晚 回到房間 我就會躲起來哭 雖然我有一個很好的房間 他都會經常跟我聊天 但有時候都會想起自己的狗仔 就是這麼巧就好像一個家人走了 那一刻你又要做事 那你就要迫著一定要很努力 這樣去算了 我很照顧他 也很 take care 他 那我前一晚就... 他依然都是玩得很開心 其實是惡夢來的 可能第二天你一醒 一落床的時候 他就躺在地上 抱起他的時候就... 很冷 很冷 那就是怎樣 啊 那我就... 送走他 可能有時候就會...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但那時候我哥哥陪著我 他就... 啊 他就... 他就跟我一起去打電話那些送中的那些 是 那之後又會做你的手道上 是啊 要馬上練那些才藝表演那些 然後其實都沒有時間去想這些 但那一陣子就... 真的吃不到東西啊 睡不到教啊 我問他 感谢观看